这人手中 竟然有仙手指 长白山 裂锋谷 看着不像是假的 毕竟是大派的掌门 应该不会骗我们的 黄皮子可不懂 他们那个门派 不管了 明术门所藏典籍中 确实记载了一只 相似的仙灵兽 乃是我们太师祖的御灵 可惜 太师祖先逝之后 这只御灵就失踪了 说不定啊 这一只 就是太师祖的御灵 既然爷爷确认这份 仙手指为真 那我就做些准备 明日一早 启程去裂锋谷 你要去裂锋谷 既然得知仙寿存在 自然要去 若这一只 真是太师祖的御灵 那这冰仙寿 可有数千年修为啊 他性格古怪 又灵力强大 除了太师祖 从未有人降服过他 爷爷 这一只是否是太师祖的御灵 还不得而知 这些年 心灵受近乎绝迹 好不容易知晓其中一只的下落 怎能因危险便轻易放弃 况且 明术门需要御灵啊 你说的道理 爷爷比谁都清楚 但是 你的安全更重要啊 我知道 您担心我同爹娘一样 如果察觉到危险 我一定会停下 但若不尝试就放弃 我不甘心 请说啊 修吾 是不是会和你一起去啊 你们不是不能离得太远吗 我同师姐一起去 那我就放心了 有修吾在 绝对不会有危险的 你们也奔波了一天了 快去歇息吧 最非仙境 却也有成静灵力存在 如今我的灵力所剩无几 还需尽力恢复 我就是长大县 是只有眸心 现在还没在 我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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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太多了 走 可 我看的 又成了 一纵 你 有点 我看的 这里 是 有好 我不 我看的 神族律坊不容浸泡 如今九泉灵脉可通达六级 此去务必将天王铲除殆尽 是 神尊 铲除凶兽虽重要 可若罪魁祸首天魔不除 人间依旧不得安宁 可惜如今春刺剑不在 即便是寻到了去魔界的方法 也无力对抗天魔中 神尊命为暂留人界 但此物 孟章究竟何意 师姐 这么晚了 他这是要去哪儿 天魔中携击天士门 意在神死 兴儿众人携手抵抗 渡过此劫 你不许是答你 你便宜了 可遇见 不许会 我们把它们再打 竟然想先 你也没想要 你为疑你 不知道 oli 不别再 所以我 老幼孩儿 人族远命后是去往鬼界 不在天上 你怎么会在这里 师姐 你忘记不可离我太远了 也对 事出突然 我一时还不太习惯 不知如何才能解除你我这共生之术 明日我将一同前往 师姐无须多礼 此行事我坚持 没先和你商量 造成困扰 还请见谅 不会 神界 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应该比人界美丽许多吧 我生来一直守卫春资泉 尚未到过神界其他地方 师姐若想探访神界 待我完成任务返回复命时 报请敖须神尊 让师姐通行 这不太可能吧 我只是问问而已 你不必放在心上 夜已深 明日还要远行 你也早先休息吧 好 千灵寿宿机可可可cek 不需要 我 也就是 我 也就是 我们先介绍一下 天地游是六界中非常流行的卡牌对战游戏 不单单是人主 即便神魔 闲暇之余也非常热衷于此道 来来来 我们对战一局 我来教你怎么打 天师门有今日之气象 全仰仗神尊和神子优户 神子可准备妥当 我 月姐姐来了吗 月姑娘在明树门先蒙大会后 我就差人请她前来 但现在神子务必以大事为重 可是 往日结阵 从来也不需要我来施法呀 我第一次做 也不知会不会做好 此次非必寻常 一定需要神子亲自来才行 神子无需担忧 定能成功 世兄 各门派使者已一约前来 天师们遭妖魔袭击 承蒙诸位先蒙同道赶来 贫道在此谢过 孟章掌门 来袭者是何来临 伤亡情况如何 袭击本派的是天魔众 经此一役 必派神圆塔被毁 弟子伤亡一时不少 天魔众 此称相是魔族 不是相 正是魔族 天魔为魔族八部众之一 正对人界胡适担担 孟章掌门 天魔所图为何 真人少安 贫道传盟主令 邀仲同道前来 正是为了招式天下 接下来 众位同道所见所闻 是天师们严守七年之机密 事关凶兽 事关天魔 事关人界 请神子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神子 施展神力 请神子施展神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袭击天师门 妄图声东击西劫持神子 幸得神尊遣神将下界相助 才未让天魔得逞 并除去了西局 竟能除掉西局 这位修无神将在何处 梦章掌门可否引荐 上神不惜外人打扰 现在清净处休息 神魔之警的裂缝 不是已经被蜀山山体封堵 天魔怎还能进入人间 天魔驱使凶兽作恶 莫不是想让人间生灵涂炭 再图侵略 对付凶兽尚且力不从心 我等又该如何预敌 诸位同道 请听我言 当年蜀山派确实封印了神魔之警 但如今天魔现身人间 也非虚眼 天师门保护神子多年 为的就是查明凶兽之乱的 在背后主使 眼下既已知道罪魁祸首是天魔 还望众同道协助 同产凶兽 共除天魔 本门派已经鼎力相处 除魔未盗 本门也在所不辞 余霞真人 是有什么在意的吗 我只是想知道 如何协助天师们 与之前无甚区别 各门派固守结界 若发现凶兽踪迹 请即刻告知天师们 沐晴 来 师父 你确定 去吧 好啊 谢谢师父 那我去了 我会给师父写信的 师父 各大修仙门派若要巩固结界 少不得全派出动 还要耗费不少灵力宝物 可那绳子仅仅一抬手 阵法就结阵完毕 甚至连破损的高塔也万好如初 他确实身怀神力 可天师们对其来历 却语言不相 回仙下派吧 是 师父 救救我 有人叫呼救 看招 谢谢道长 您客气了 这里应是在结界内 怎么会有妖怪 道长有所不知 前段时间 结界不知怎的突然坏掉了 天师们的道长将结界修好了 但没想到 有个小妖怪借此闯了进来 要不是有道长您 我也凶多吉少了 好了 现在去村子里打探消息吧 你不是也来找小男孩的吗 不是的 前段日子好多天师们道长问我 我还以为你也是 那您知道除去凶事的大侠在哪吗 又找人呢 报官呢 问我干什么 我还要打探消息吧 好 打扰了 您知道之前除去凶事的大侠去哪里了吗 我听说过那个大侠能打凶事呢 比天师们道长厉害多了 那您知道他在哪吗 不知道 好 那谢谢您了 那个位置是一家很好吃的小食摊啊 好可惜 还想再喝一次他们家的排骨藕汤呢 你说凶兽会爱吃水果吗 你是不知道啊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您知道有位除去凶兽的大侠吗 什么凶兽 就是前几天闯入结界的凶兽 看一下嘞 什么 我昨天刚搬来的 听说这里有天使门保护 怎么也有凶兽啊 不行 我得马上搬到仙侠派那边去 村民们似乎不太了解这些事情 还是去民宿门找月姐姐吧 那个上神鹰还在洛家山附近 也不知道他到底躲到哪里去了 嗯 等一下问问月姐姐 他应该听说过凶兽和上神的事 差不多也快半年没有和月姐姐见面了呢 哎呀 哎呀 早知道就多带谢灵过来了 情妹 月姐姐 好久不见了 快进来 巧琳还是这么精神啊 我这两天正准备跟你写信呢 正好你就来了 嘿嘿 在神界平时都吃些什么呀 饮清泉 食清气 哎呀 那多乏味呀 来 吃吃看 我们这里的特色小吃 怎么样啊 味道如何呀 很好吃 是吧 锅里还有很多呢 你们要出远门 多吃点补充体力 是 见过月掌门 这是晚辈给您带来的竹叶清茶 哎嘿嘿 太客气了 哦 这是我明术门新晋弟子 修武 新弟子 修大哥 幸会 秦妹 今天怎么过来了 哦 师父来参加先盟大会 带我同师姐一起来 他知道我们好久没见了 特准我可以来明术门住几日 师姐 我们何时出发 哦 秦妹 你难得来我家 可惜 我等下要去北方 北方 去北方做什么呀 机缘巧合 得知长白山上 有一处裂风谷 那里似乎有一仙兽 裂风谷 正是 你知道那个地方 月姐姐 那里冰雪天险 环境严峻 如果遇到暴风雪 很容易迷失方向的 那里的环境我熟悉 不如我和你们同去 也好祝你一臂之力 白姑娘 寻仙灵兽非同而喜 或许有危险哪 月掌门安心 我自小修习仙霞术法 一定可以帮上月姐姐的 哦 差点忘了 师父说来找月姐姐时 可以顺便打探些消息 想打探什么 听说 前几日这附近有位神将出现 除去了凶兽呢 天师门的掌门说 那神将就在附近清修 哎 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位神将啊 秦妹 我师弟修吾 就是那名神将 啊 秦叔 切记啊 就算是有修吾在 要是遇到危险 也万万不可逞强啊 嗯 知道了爷爷 我会形影不离 不让师姐遇到任何危险 哎 真是 到底放哪儿了 爷爷 怎么了 哦 孙女儿 你来得正好 还记不记得 我有一个紫檀木雕花的 旧盒子 嗯 我之前在帮您收拾房间的时候 见到过 哎呀 穷我这记性 竟然就在房间里 我还在这儿想呢 哎 那个盒子 我记得有些年头了 里面莫非放的是什么 要紧物件 啊 是天机护符 现在外面凶手闹得很厉害 你戴在身上 兴须有用 啊 护符就收在那紫檀盒子里 你去取出来吧 嗯 好 是这个吗 嗯 没错 不过 这个天机护符 我怎么从未听说过 鬼孙女可别小看了啊 她还有些来头呢 这是百多年前 一位蜀山掌门和她的千金 赠予名术的谢礼 这位蜀山掌门几番具魔族于人界 风姿卓绝破为传奇 那她女儿呢 啊 这小姑娘也不是一般人哪 她生来便具有特殊天赋和极高的灵力 能与万物生灵沟通 能与万物生灵沟通 打小就习得玉灵绝技 她也会玉灵术 哎 非也 是无师自通 她母亲的来历似乎不一般 这天赋 或许与母亲有关吧 因这玉灵术 才与我们名术们集下缘分 不错 我在前代祖师守扎中得知 她志同之灵 已经收服了数只玉灵 其中有一只兵玉灵生了怪病 沉睡不醒 小姑娘心疼玉灵 里掌门心疼女儿 二人便访明家求医问药 君无所得 这最后嘛 玉灵生病 还是得靠玉灵术来治 此道的行家里 自然名术门是头一分 最后那妇女俩便来了此处 比玉灵又是得了什么怪病 不是病 那玉灵在蜀山某处隐秘动天主修行 以时贪嘴吸纳过多灵气 凭己身难以炼化 故才陷入沉睡 当时的掌门一眼就瞧出癥结所在 给玉灵输到灵力 那还不是家常便饭哪 这冰玉灵顺利炼化 几日过后便无恙了 修为都更近一界 哦 所以她妇女二人便以天机护福相赠 作为感谢 对 此物是水系法宝 随身携带如有水灵毙体 蜀山掌门为医治兵玉灵 费了大劲才寻得 这位蜀山掌门倒也不是令宝之人 嗯 还不值呢 他们在明术门盘缓起见 与当时的掌门互通玉灵术 那小姑娘也是受益匪浅 仔细说起来 这也算明术有恩于蜀山派了吧 唉 说这么多我也累了 你也休息休息吧 啊 原来明术门与蜀山派有这层渊源 蜀山派 嗯 蜀山是修仙大派 曾有庶名弟子得道飞生呢